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询问疼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为通过询问疼痛的性质特点 对于我们分析疼痛的病因病机 确定其症候 甚至直到我们治疗 都非常有重要的意义 那疼痛的性质有多少种呢 我们一般把它概括为以下13种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胀痛 什么叫胀痛 我想大家其实并不陌生 因为在临床当中 很多病人都会出现胀痛的这种感觉 它是指的说疼痛的这个部位 伴有一种支撑胀满的感觉 甚至在某些部位 你还可以看见蓬龙的这种真相 那么大家想一想 这个胀痛常常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了没有 其实这个胀痛常见的部位 一个就是我们的胃软部 可以胀着疼 比如有人吃的不合适 吃多了 撑着了停食了 这个部位会胀着疼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腹部 消化不良的人 经常会出现肚子胀气 甚至疼痛 腹部也可以出现这种胀痛 另外呢我们这样胸部也可以出现 你比如说女性越进来之前 可以出现乳房这个部位的胀痛 甚至斜肋部也可以出现这种胀痛 那么这种胀痛的表现呢 它往往是实发实指的 在一些情况下呢会得到缓解 什么情况下得到缓解呢 你比如说深呼吸一下 就是我们前边文字里给大家介绍的 太息 或者打个嗝气 或者湿气后 所谓的湿气后 就是指他放屁之后 那么这些病人的症状呢 他就会得到改善 因为呢 这就是气质的疼痛的特点 因为通过太息 通过爱气 通过湿气 使得淤质的气呢 能够得到展示的缓解 伸展 所以病人疼痛呢 就会也缓解 这种胀痛呢 常常见于肺呀 肝呀 胃肠 去致的这种症候 就像我刚才讲的 肝气欲结之后呢 它可以出现胸斜胀痛 但是要注意一种情况 我们头也会胀痛 或者说头目会出现胀痛 像这种情况下 就不会像刚才玩腹的胀痛 还能从外边看出来 说局部有蓬龙了等等 这种头目的胀痛呢 它不是因为气质而导致的 往往是由肛火上炎 或者是肝阳上抗 而引起的 比如说很多高血压的病人 也会告诉你说 我头目胀痛 所以跟刚才的气质 这个病机呢 它是不同的 第二种常见的疼痛性质呢 我们称为叫刺痛 刺痛呢 是指的这种疼痛 有一种像针扎的感觉 或者我们称为叫针刺样的感觉 这个针刺样的感觉 这种疼痛呢 可以说 建于全身的任何部位 但是常见的部位是 头部啊 胸鞋啊 顽腹等等 而这种针扎样的疼痛呢 往往呢 是部位上相对固定不移的 是瘀血作痛的特征之一 比如说外伤之后啊 瘀足脑落了 就可以表现为头刺痛啊 也就是说头部呢 疼痛如追刺的这样的感觉 如果我们把这个刺痛 跟前面学过的胀痛 做一个比较的话 你就会发现 刺痛的疼痛范围是比较小的 而胀痛呢 范围比较大 你比如说腹部 可以指的整个这个腹部这个地方 都出现脏腕疼痛 又比如说胃腕 又比如说头脏痛 所以说刺痛呢 和这个脏痛呢 它两者不仅感觉不一样 而且涉及的我们身体的这个范围呢 它也是不一样的 第三种疼痛呢 叫做脚痛 顾名思义 这个疼痛呢 是比较剧烈的 如刀脚一般 一般病人都会说难以忍受 这种脚痛呢 往往是有食邪组织 尤其是一些有形食邪 突然组织经络 避阻气机而引起的 比如说体内有瘀血啦 或者有结石啦 或者有虫肌啦等等 当然 如果是寒邪内情 凝制了气机的话 也可能导致这种脚痛 突然的出现 比如说 如果是心的血脉 因为瘀血停滞 壁阻不通了 可以引起真心痛 那么就相当于 我们所说的这种 心肌梗塞 发生的这种疼痛 这个病人疼起来 是非常的厉害的 又比说 前面提到过的 饮食生冷 寒邪内寝的胃肠 可以突然出现一种 顽腹部的剧烈的疼痛 有的病人就形容脚的疼 又比如说 蛔虫 如果停留在我们体内以后 尤其是长成那个大的 成型的这个虫子之后呢 它可以 在我们身体内乱窜 可以导致突然出现的 顽腹部的 一个剧烈的一个脚痛 又比如说 体内有石头 这个石头突然阻塞在 我们的尿道里头 或者输尿管了 这时候病人也会出现腰腹部的 一个剧烈的一个脚痛 因此呢 脚痛一般痛势比较强 病人难以忍受 而在临床上主要建于石症 第四种疼痛的性质呢 我们称为撤痛 它是指疼的时候呢 有一种抽撤感 或者说疼的时候呢 这个部位同时迁移到 其他部位也疼了 这样的疼痛呢 它往往跟筋脉有关系 要么是筋脉施养了 要么是筋脉的局部组织不通了 这种撤痛呢 可以建于我们的胸壁 这个胸壁呢 也相当于 我们现在所说的冠心病 那么如果说 与阻心脉 导致心脉壁组不通 其轻者呢 就可以表现为 这个胸壁 但它疼的时候呢 除了说这个 这个心胸部位出现疼痛之外呢 这个疼痛往往可以迁积到 我们这个肩啊 背啊 或者上臂的内侧 那么如果厉害的 表现为真心痛的情况下 也就是发展到 类似心梗的这种情况下呢 病人那个疼痛 更是什么样呢 心痛撤背 背痛撤心 就前后都贯穿了 都有一种互相牵引的 这样感觉 这个就可以理解为撤痛 还有一些病人呢 跟筋脉有关系的 比如说小腿 会出现撤痛的感觉 就像咱们平常所说的 类似抽筋的那种感觉的疼痛 因为肝主筋 如果肝筋有热的话 热灼了筋脉 或者肝阴不足 是筋脉失痒了 就可以出现这种撤痛 下面看一下第五种疼痛的 叫做窜痛 窜痛呢 它指的疼痛的部位是 游走不定的 它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就是 风邪流着 也关节筋落了 第二种原因呢 就是体内存在着 气急愈致的情况 因为风邪而导致着 多见于风湿臂病当中的 行病 行就指的是不停地在走 那么这就是根据它的症状特点 来命名的 另外一个名呢 叫做风闭 是说这样的疼痛特点呢 主要是因为它感受了 外界的风邪了 其实关于这个 臂症的这个特点呢 在前面的有关内容 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窜痛啊 的另外一个常见原因呢 是气质 也就是说气急愈致了以后 愈到哪儿 哪儿就疼 如果这个部位呢 愈得到了生长 改善了 缓解了 这疼痛呢 也就缓解了 那么愈发动到另外一个部位呢 就另外一个部位又出现疼痛了 所以说它位置是不固定的 最常见的就是 肝气愈致 导致的凶邪的疼痛 或者像这种肝气范胃 导致的胃腕 邪力部的胀痛 而且它的位置是走串不定的 第六种常见的疼痛呢 我们称为叫固定痛 顾名思义 就是疼痛的部位呢 它是固定不移的 像这种疼痛啊 它常常见于什么呢 一个就是瘀血 一个就是寒邪 或者痰食之邪 组织于体内而导致的疼痛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不小心摔了一下 可能腿上那个地方磕轻了 出现了肿了 那瘀血停止在这个部位了 那这个部位就一直在疼 直到那个瘀血慢慢慢慢消散 所以它的部位呢 是相对固定的 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不小心磋伤了 这个鞋类部呢 有瘀血停留了 那这个部位的疼痛 也是老是固定不变的 但是呢 其他原因也可以引起 你比如说感受寒邪啊 湿邪啊 那么这些邪气停留在 我们的肢体的关节 筋脉 臂组不痛以后 引起的痛臂 着臂 也会表现为这种关节的固定疼 就不像形壁 它部位不停地在变化 第七种疼痛呢 是冷痛 这个冷痛呢 是指的痛处伴有冷感 就是说 疼痛这个部位呢 同时有怕凉或者发凉的感觉 那么这种疼痛呢 它往往是喜欢暖和着 意思就是说 得温得暖 这个疼痛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这个冷痛 常常会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前面我给大家举例子了 饮食生冷 可以出现胃腕部的 或者腕腹部的这样的冷痛 但是呢 冷痛也可以建议其他的部位 比如常见的是腰脊部啊 四肢关节啊 等等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 常常因为这些部位的疼痛 穿的衣服很多 或者专门带一个呼吸啊 或者穿个腰围啊 等等 主要就是保持局部呢 比较暖和 因为它能够缓解疼痛 防止疼痛的一个发作 那么为什么冷痛 会表现成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寒蟹凝制了经脉 或者是阳虚 它不能温序脏腹组织经络 而引起了疼痛 所以说呢 如果啊 给它加暖 如果局部保温 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得以改善 这个冷痛呢 它实际上有虚实之分的 像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寒蟹浸蟹的胃腕 导致的这个突然的胃腕的疼痛呢 它是寒至胃腕 这是食寒症 它疼得比较厉害 可是一种剧烈的脚痛 冷痛 而如果是阳气虚损导致的这种冷痛呢 它往往是虚寒症 比如说我们前面举个例子 脾胃虚寒 出现顽腹部的隐隐作痛 或者说肾阳虚出现的腰膝冷痛等等 那么这种冷痛呢 痛是比较缓 而且是食发食指 它也是洗温的 并且喜欢呢 揉一揉按一按 所以说冷痛 即可建议食寒症 也可以建议虚寒症 它俩共同的特点 都是得温得暖则减 它俩不同的特点 一个是聚暗 一个是喜柔喜暗 第八种常见的疼痛性质呢 我们称为叫着痛 这个着痛啊 就指的是痛处有着热感 而且呢 痛而喜凉 这种着痛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大家在平常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 比如说 你感冒了 喉咙疼 那么这种喉咙疼呢 往往就是一种热痛 有时候病人就会说 哎呀 我就喜欢喝点凉的 我这疼痛能够得到缓解 又比说口舌生疮了 长了这个口疮了 这个局部呢 有时候也有一种灼热感 病人也是觉得 这个喜欢吃点凉的 能把这疼痛的缓解一下 另外呢 我们说这着痛呢 还可以建于这个胃腕部 病人就觉得说 这个胃里啊 烧得黄 而且有疼痛 就是疼痛 伴有这种烧性的感觉 有时候这个疼痛呢 还可以波及到我们的这个胸骨后 跟食道有一定的关联 又比说关节 如果出现红肿 热痛的时候呢 就是说 它局部看上你是红肿了 病人感觉到有热感 只是说你用手去摸的话呢 局部也是热的 又比如说鞋类部位 如果长了那种缠腰笼的话 病人也会有这种烧灼的 疼痛的感觉 如果我们归纳一下的话呢 就是这个灼痛呢 它是跟热有关系的 要么是因为食火食热熏灼而导致 要么就是因虚火旺而引起 如果肝火灼伤干落的话 那两斜就会出现灼痛 第九种疼痛的性质呢 我们称为重痛 这个重痛呢 它指的是疼痛的时候呢 扮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这种沉重的感觉呢 常常会发生在头部 四肢和腰部 根据中医理论 这个重啊 往往跟食邪困阻有关系 因为食邪粘腻 它特别容易影响气肌 所以呢 食邪困住了气肌以后呢 导致的疼痛 往往是除了疼之外呢 还扮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比如说肢体关节可以有重痛 它的位置往往是固定不移的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着臂 另外呢 我们说这个头部也可以出现重痛 那么它也可能是因为是肝阳上抗 气血上胸导致的 这时候呢 它可能跟这个啊 湿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说湿引起的这种头痛的感觉呢 我们有时候形容说 头重如果 就是说这个头啊 沉重疼痛 就像裹了一块布一样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认为它是多跟湿啊 有一定的关联的 那么第十种疼痛呢 叫空痛 这个空痛呢 是指的说疼痛的时候 伴有空虚的感觉 这个好像稍微有点抽象 很多人没有过这种体验 觉得特别难理解 这个空痛呢 病人往往会说 哎呀 我这里边疼啊 就觉得被挖空了的感觉 或者说 好像里面空空的 这种牵象呢 常常见于什么 头部和腹部 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虚症引起的疼痛 多因肾经不足 随害不充 脑失所痒 或者是气血亏虚 组织饰养而引起的 所以我们说 肾虚的头疼啊 往往就表现 是头脑的空痛 当然 它应该还伴随一系列 像腰细酸润 等等 肾虚的表现 第十一种疼痛的性能 我们把它称叫闷痛 就说疼的时候 伴有局部的满闷 憋闷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呢 常常主要指的是胸部 比如说 痰灼 避阻了心脉 出现了一种病 叫胸壁 病人在发病的时候呢 它主要表现的 就是胸口这个部位呢 闷痛 同时呢 这个病人会伴随着 身体比较肥胖啊 平时痰比较多呀 而且身重困倦呀 如果你看这个舌胎的话 它是白腻的 脉的是滑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闷痛呢 也就是心胸部位 这个闷痛呢 它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痰灼壁阻而引起的 所以闷痛主要跟痰有关系 第十二种性质 我们称为叫酸痛 就是疼痛的时候 伴有一种酸楚不适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呢 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四肢 腰背 关节 或者肌肉的地方 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 如果让你反复的去 掰一些重东西 过一会儿你就说 哎呦 我的腰好酸呢 其实就是那种感觉 当然你掰一会儿 东西出现那个腰酸要痛啊 那不属于病病 如果说这个病人 长期的出现这些部位的酸痛 那可能就是 因病而引起的 比如说 湿血潜息肌肉关节 气血运行不畅 导致的这个 啊 臂症就可以出现酸痛 又比如说 气血亏虚 肾阳不足 我们常常说的 肾虚的啊 腰背酸痛 也是这种情形 第十三种 也就是最后一种 疼痛的性质呢 是隐痛 隐痛的意思就是说 痛是比较轻 啊 可以忍受 但是呢 它绵绵不休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经常发生在哪里呢 头啊 顽腑啊 斜肋啊 腰背部等等 病人经常会说 哎呀 我这头怎么老疼啊 我这胃里怎么老 丝丝拉拉的不舒服啊 我这小肚子 怎么老隐隐作痛啊 等等 那么像这些 啊 隐痛呢 往往是由于虚而引起的 多是精血不足呀 阳气虚弱呀 这些原因导致了 机体失氧而引起的 这就是典型的啊 不容导致的疼痛 比如说 中气不足 清阳不生 可以隐气 头痛绵绵不休 伴有乏力 不想吃东西 啊 又比如说 肾经亏序出现的 腰部绵绵作痛 可以扮演酸软无力的表现 关于疼痛性质的临床意义呢 啊 我想下面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总结 我呢 就按照这个 啊 病肌啊 或者是部位呢 来给大家做 啊 鬼纳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气质 就是当体内有气急瘀制的时候 会出现哪些疼痛呢 它会出现脏着疼 还会出现窜痛 啊 比如说顽腹部的胀满腾啊 胸斜部位的窜痛啊 等等 如果体内有瘀血的时候 它往往是什么疼呢 是刺痛 固定痛 如果是一个寒症的话呢 它通常表现为是冷痛 洗温 如果是一个热症呢 往往表现的是灼痛 洗凉 当然了 这里的寒热呢 可以是时寒时热 也可以是虚寒虚热 怎么鉴别呢 啊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结合它其他的伴随的表现 如果是风邪 浅息体内呢 它也可以表现为窜痛 跟气质的有点相似 但这里风邪 浅息人体呢 主要指的是 关节的游走不定的疼痛 如果失邪 浅息人体 组织了啊 经脉啊 肌肉的话呢 它主要表现的是重痛 或者是酸痛 如果是弹灼内停 表现的往往是闷痛 多见于胸部 如果按虚实来划分的话 虚正的病人 往往出现隐痛啊 空痛呀等等 而且是洗温 洗柔 洗暗的 如果是一个时邪 引起的疼痛呢 可以出现啊 冷痛啊 啄痛啊 脚痛呀等等 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呢 它是聚暗的 如果说这个疼痛 主要因为筋脉的问题 病人可能主要表现为是 撤痛 那么关于疼痛的性质呢 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当然临床上呢 也不是绝对的说 这种疼痛 一定就是虚 或者实 具体情况 我们还要具体分析